人体人 通常都是先看外表的 但是 你又怎么知道 他内心里面有怎么想的呢 所谓知人口面不知心 先有诸内 然后凝诸外 在灯山补分里面 耶稣引用杀人 和奸人为例 这两样都是律法所禁止的 亦都是死罪 法利塞人严守律法 只是在外表上 他们用嘴唇敬拜 心里面却是远离上帝 耶稣说过 心中动怒已经是杀人 内心有人念 即是犯奸人 在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五章 二十七至二十八节那里讲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人 只是我告诉你们 犯看见妇女 就动人念的 这人心里 已经与他犯奸人了 性 原本是上帝所持 但是必须要在婚姻之内 婚姻以外的性关系 就是奸人 不是人人都会犯奸人 但是内心的奸人 就很容易犯上了 尤其是在现今的社会 有各种传媒 带来情欲的试探 如果要胜过意念上的罪 就不要让罪恶的思想停留在心里 大卫王就是因为见到别时巴 在那儿沐浴而生淫念 既然犯了奸人 还有 要下定决心 除去引致犯罪的机会 耶稣说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滑出来雕吊 宁可失去八体中的一体 不要全身雕在地獄里 最后 积极追求美善的事 和主的话 圣经提摩提侯书二章二二节话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和拿清心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人爱 和平 如果心里面充满主的话语 就不会有空间留给罪恶的意念了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慈爱圣洁的天父 罪恶是你所憎悟的 不单在行为上 也在意念上 今天 我们周围都充满着试探引诱 很容易跌入罪恶的陷阱 求你叫我们下定决心 靠你的帮助 战胜罪恶 尤其是情欲上的诱惑 天父 我们要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 免得我们得罪你 求你叫我们喜爱你的律法 就夜思想 不要让罪的念头 在我们心中生根萌芽 能够在你面前成为有福的人 求你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 又叫我们在你的道中生活 慈爱的天父 我们愿意与爱主的弟兄姊妹 互相勉励 追求美善的事 求天父使我们做一个 里外一致的基督徒 成为蒙福的人 荣耀你的名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 圣明靠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